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尼爾森 星期五到德州阿爾柏索 視察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地區 在此前,兩名危地馬拉兒童 試圖跟隨父母進入美國時死亡 尼爾森星期六將繼續巡視美國海關 和邊境保護局的多個哨站 並且會前往阿里桑拿州的遊馬市 尼爾森星期三說 所有被邊防巡邏隊拘留的兒童 都接受了醫療檢查 他說我向你承諾 我會確保我們所有的拘留中心 都會精心照顧那些被拘押的人 對八歲的危地馬拉南童進行的司檢表明 他在美國西南部、新墨西哥州的美國海關 和邊境保護局拘押期間是死於流感